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年 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出版小说集《传奇》 这是她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 为这本书深居浅出的张爱玲参加了一次极评茶话会 会上有人说喜欢《倾城之恋》 有人对金锁记赞不绝口 可她说自己最喜欢被忽略的一篇《年轻的时候》 我猜不出她最喜欢的原因 十多年来每读一遍 理解会更多一点 韵味也更浓一些 因为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心迹 相信也会有你如今或者当年似曾相识的影子 毕竟大家都是年轻时候的过来人 故事的主角叫潘汝良 是一个年轻人 潘汝良是一名医科大学生 同时也是一枚文艺青年 或许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她不爱说话 喜欢看书 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 关于她的气质 张爱玲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 石子的青色 沉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父亲是个小老板 开了盘小店 白天忙忙碌碌做生意 晚上回来就喝酒吃花生米 喝得满脸通红 心情好的时候 她会分几粒花生米给嘴馋的孩子们 母亲没受过教育 是个旧礼教侠 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 她没有文化 只知道把孩子喂饱完事 日子不顺心就拿孩子出气 上面有两个姐姐也在读书 长得不算好看 却不安分 下面还有弟弟妹妹都是又脏又淘气的讨厌鬼 虽然父母双全 姊妹成群 其实潘汝良特别孤单 家人显坐 灯火可轻 这种温馨且寻常的场景 并非人人都能拥有 不上不下夹在中间 这种尴尬位置让潘汝良显得无足轻重 找不到存在感 家人不懂她 她对家人采取鄙夷与淡漠的态度 在原生家庭 潘汝良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 这种处境的年轻人会拼命读书 因为他心存渴望 通过读书摆脱家庭 谋取想要的生活 创造自己喜欢的世界 潘汝良是个好学生 他非常用功 立志读七年医科 毕业后就能获得一份体面工作 穿上洁净的白大褂 整天跟精致的医疗器械打交道 这份理想往大了说 是救死扶伤 悬壶济世 往小了也是往潘汝良的真心说 那是他逃离庸俗家人与环境的最佳途径 他的那份新气 书上写得很明确 做一生的穿上了那件洁无仙尘的白外套 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系的母亲 庸之苏粉的子子全都无法晋身了 湖南城读过这篇小说后 觉得啊 年轻时候的周作人 好比书里的潘汝良 明朗 健康 如同一朵白莲花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潘汝良很像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一个明达的人追求理性的世界 存在 孤独 读书 理想 这不是所有年轻人的关键词吗 迷茫 求索 追逐幻想 不也是青春时代的共同记忆吗 你看书时有没有小癖好 比如在书上圈圈画画 无意识地赚笔或者喝茶 潘汝良看书时喜欢画小人 像一个人脸的侧影 简单的一笔 他画了很多年 有一天潘汝良和往常一样 坐在学校休息时看书 只是无意一瞥 他看到一个女孩 她的侧脸竟与自己画了多年的侧影 不谋而合 张爱玲曾对有人说 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逃也逃不掉的 她叫庆西亚 德国人 在洋行工作 兼职大学校长式的打字圆 一个积极干练的女孩 她用笨拙的中文告诉潘汝良 自己的一些个人情况 清清浅浅的言语 深深浓浓地吸引 潘汝良失眠了 她的身体辗转反侧 心思也在颠来倒去 这样特别的缘分 让她做起了恋爱梦 她幻想有清晰啊参与的未来 她愿意和这个女孩子 一起创造未来 建立有别于原生家庭的新家园 如果让读者 或者很多年后的潘汝良 自己来看这件事 定会觉得幼稚而鲁莽 但换位思考就能理解了 一个孤独的 从小缺乏关爱的年轻人 遇到投缘的上进的异性 怎么不会生起 爱与未来的美好幻想 谁的青春不是如此呢 内心有一个声音提醒她 一科七年全力奋斗 才能实现理想 半路谈情说爱 然后结婚实在不妥啊 潘汝良何尝不明白 冒失的婚姻 会毁了自己的前途 乃至整个人生 可是旺盛的荷尔蒙 驱使她赴她的约 没有见光死 但潘汝良发现 对方并非女神 没有幻想的那么好 她姿色平平 做事还有点邋遢 这样她略感反感 她俩用别角的外语 进行简单的交流 聊天中 潘汝良渐渐懂得了清晰啊 她生活在重组家庭 继父的薪水 难以养活一家人 现实所逼 她的妹妹虽然还很小 已迫切地想嫁出去 而她自己同样如此 每个人都渴望被懂得 有时候 一旦懂了 梦就醒了 书上写道 她知道她爱的不是清晰呀 她是为了恋爱而恋爱 年轻的时候 这是做梦的季节 萌萌懂懂 萌萌隆隆 哪里能轻易看清自己的心 就像潘汝良 一边为前途的重要而冷静 谋划自己的未来 一边被恋爱的兴奋 所诱惑生出求婚的念头 一个人如果不够清醒 想法就会犹疑不定 很多人的梦想 因为一直不够简单 而死在了半途 有一天 萌萌梁同亲下告别后 乘电车回家 无意间看到路边 电影广告牌上 写着三个字 自由魂 简直像一记当头棒喝 她的思路顺着三个字展开 渐渐意识到 自己还年轻 年轻人的天没有边际 还拥有自由 而自由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借助潘汝良的际遇 张爱玲写出她的深刻领悟 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 年纪大了 便一寸一寸 陷入习惯的泥沼里 不结婚 不生孩子 避免固定的生活 也不中用 孤独的人 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对于一时头脑发昏的潘汝良 这是醍醐灌顶的警告 自由魂三个字 让潘汝良很快从恋爱梦中醒来 对她而言 过早恋爱 结婚 意味着精力的分散 意味着单起沉重的家庭负担 也意味着放弃医学理想 更意味着无法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 之前居然心心念念 想着如何向沁夏表白 想着如何向她求婚 多傻 爱情与自由 如果互相冲突 她选择后者 婚姻与理想 如果只能选其一 她保留后者 对于现实中的年轻人 就有何尝不是一记清凉伞 红尘滚滚 恋爱梦很美好 自由魂更重要 无视自由的年轻人 会对生活轻易做出妥协 庆西亚是张爱玲所说的那种 面对自由仿佛烫手 磕头礼拜 求人家收下自由的年轻人 她明明有能力 可以通过工作养活自己 却不珍惜这份自由 与一个年轻漂亮 然而没有多大出息的俄国人 急匆匆地结婚 苟且的婚姻很难如意 婚后的庆西亚 找不到工作 生活拮据 生了场病 简直拖了人形 她陷入自己的泥沼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 同样作为年轻人 潘书良为了恋爱而恋爱 醒悟后觉得自己很傻 庆西亚为了结婚而结婚 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更是一傻到底 现实中 很多痴男怨女 在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为了恋爱而恋爱 也许傻得纯真可爱 为了结婚而结婚 只能算傻得有点悲哀 书良从此不在书上画小人了 她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 这是小说最后一句话 一场梦做了很多年 一朝幻眠 虽然难免失落 却回到了清醒 这是成长路上必经的一步 很多人等到芳华不在 才能反省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然后作为下一代的前车之鉴 通透如张爱玲 年轻的时候就写下了这篇 年轻的时候 故事的气息 就像人活在当下 心却穿越到暮年回望现在 其中旷位令人诋毁 重读一遍 不禁想到周作人的一段话 年轻时已经好好演过了戏 现在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 生活没有以前那么紧张 却更柔软更温暖了 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 身体上的小小自由 成长的过程应该是身心的精进 也难免灵魂的疲懒 因为人性的懒惰 因为诱惑的腐蚀 也因为生活总有诸多无奈 如果你还年轻 愿你能够好好利用最大限度的自由 追求内心的理想生活 如果你不再年轻 也愿你守住内心深处的柔软 呵护身体上的小小自由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亚南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